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982集 事情解决了 于山和张凡到了商场四楼李总的办公室里 一般情况下于山都是在集团总部的很少下来 所以在这里他并没有办公室 于山为张凡倒了一杯茶 笑道 张先生 中午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吃饭 成 没问题 那你想吃什么 哦 我这段时间也没在平山 找一个新开的店咱们去拿那味 你就看着安排吧 行 于山点头 对了 张先生 一周前我那个去学习乌骨之术的妹妹于西 她回来了 不过在家里面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我们兄妹两个聊了很多 还聊到您了 和 她的乌骨之术学得怎么样 又提到我什么了 学习得还不错 而且还给我表演了一下巫术 感觉挺厉害的 她说她师父对她也挺不错的 她向我询问了您的近况 还让我把这封信给您 一边说 一边递给张凡一封 用油辣封好口子的信 张凡看了看于山 把那信给借了过来 她说 什么时候碰见您 就把这封信交给您 不用着急 这段时间我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着急给您 张凡点头 把新封给撕开 把里面的纸给打开 白纸上面密密麻麻的 工工整整的字迹 映入张凡的眼帘 看到开头的称呼 张凡的双手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这称呼不是别的 正是儿子 这两个字 张凡快速把新的内容看了一遍 把新小心翼地叠好 放进了随身带的布包里 新是她母亲写的 而她的母亲 正是于西的师父 之前是一位悬门中人 现在是一名巫师 除此之外 新里面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 多年没有照顾张凡 向张凡表达歉意 第二 造成眼下情况 是有原因的 不过原因呢 现在并不能告诉张凡 第三 母亲很想她 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 张凡能感受到 她母亲的真情实感 和无可奈何 这是张凡第一次 得到与她母亲相关的东西 所以打心底里感觉珍贵 无论是爷爷奶奶 还是父亲母亲 都还活着 对此张凡十分的开心 她心底的一块巨石 已是落了地 可这几个人就是不露面 而且四个人 也没生活在一起 他们 到底在做什么呢 张先生 您 怎么了 哦 没事 选好饭店了吗 选好了 距离咱们商场 两公里的位置 开了一家蒙式火锅 摊子铺得很大 上下三层楼 我看客楼量不错 要不咱们去那 成 就去那 张凡答应 随后有提醒 对了 你最近的财运不是太好 忌讳投资 好 谢谢张先生提醒 随后两个人 便一起去了火锅店里 吃完火锅 张凡就回家了 午睡醒来 张凡接到欧阳的电话 欧阳告诉张凡 欧一诺和雅西二大爷 从江区回来 而且还有了新的发现 张凡洗了把脸 便出发去了欧阳家里 进门的时候 欧阳一家三口和雅西二大爷 正围绕着院子的石桌 在聊天喝茶呢 张凡也围着坐下 望向雅西二大爷和欧一诺说 听说有新的发现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绅士了 绅士 什么绅士 准确地说呢 是上辈子的绅士 我是十点阎王当中的第三点 宋帝王 我是第四点 五官王 听到雅西二大爷和欧一诺的话 张凡的眸光一亮 有些惊讶 你们两个在前世居然都是大神啊 张先生您说笑了 什么大神呢 我现在就是个凡人 我们犯了错 被丰都大帝给废了修为 灵魂被扔去了六道轮回 转世投胎啊 不过当时犯了什么错 暂时还不知道呢 那你们是怎么确定 你们之前的前世身份啊 是这样 我和伊诺一起修炼 不知道是触动了哪根弦 产生了共凭共振 一股回忆 就涌进了我们的脑海里 这整个过程非常的短暂 短暂到我和伊诺两个人 反复确认了几次 才相信了 涌入脑海中那些情况 都是真的 那你们什么时候 可以重回巅峰 再次成为 阴曹地府里面的十点阎王呢 这个要经历九节 经历九难不死 并且还得广结善缘 因得会成三花俱顶 才可以重新成为十点阎王 这九节的第一节 便是天雷节 可是 哎呀我这身子骨啊 雅西二大爷看了眼 自己那勾楼的身体 痴笑道 哎呀我这身子骨 咋能扛得过天雷呀 另外 我得办多少的好事 才能让阴德汇聚成三花俱顶啊 我这都多大年岁了 就算是从今天开始 每分每秒都做好事 这估计也难呢 不过 一诺倒是还有机会啊 一诺吃的浑身都是葡萄汁 看着雅西二大爷 黑黑笑了笑 也没说话 他这个年纪 也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张凡则又问 那这回忆里面除了这些 还有别的吗 有 有一个和您长得很像的人 无论形体还是气质都很像 但是应该不是您 那是一个石山血海的沙发场景 跟你很像的那个人呢 在那场景里面一闪而过 不过遗憾的是 我的回忆里面 并没有有关于那个人的信息啊 张凡文言若有所思的点头 雅西二大爷子继续说 我那短暂的回忆里面 倒是有黑无常社区杀我的原因 哦 什么原因啊 当年我位高权重 实力强大的时候 曾经因为他犯错 而重重地罚过他 差点把他给弄得魂飞魄散 所以啊 他一直怀恨在心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